人类活在21世纪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一方面追求的各方面的快捷 高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快的节奏 我觉得大家还觉得不够快 手机上网的速度更快 汽车也要更快 当我们所有追求速的时候 我们无端端地把生活中的 8个小时的工作 演变成16个小时 甚至于21个小时 睡觉之前要看看短信看看音标 明天早上要看看微信 这样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大量的资讯 使得现代的都市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和疾病 其实在这方面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有他非常了不起的智慧 平衡 在急速快的时候 就是单一的 就等于我们希望永远都是白天 没有夜晚 其实人是不舒服的 换一个角度想想 慢下来可能给我们一种平衡 快和慢的平衡 是生命中很重要的 十多年来的紧张生活能够让我依然如此的这种充满激情的工作 依然永远不害怕竞争 永远不断地去想新的办法 这跟我学习太极拳是很有关系的 也许我到了这个年龄 更加能耐这个道理 我也相信绝大部分经过十年二十年努力 老祖族的智慧告诉我们 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 甚至整个宇宙 是万物一体的 由一演变成二 就出现了昼夜 黑白 男女 刚柔 聚散 喜怒 演化出现代社会中丰富多彩的感官感受 我们希望透过阴阳 悟出一些老祖族的智慧 保持一颗自在的平和喜悦的心 应对身边千变万化的世界 太极蝉从2011年创办以来 一直践行于心灵环保和健康快乐的理念 我们希望更多充满活力和有朝气的年轻人加入我们 我们也希望不远的将来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角落 人们都可以轻松便利地享受着 传统中国文化带给我们生活的职位 太极蝉一直致力于弘扬太极文化 将祖先的智慧与全人类去分享 帮助人们提升生活品质 如果您同意健康快乐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请走进太极蝉 你会收获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 2016年3月1号 北京首家体验馆 太极蝉格拉斯小镇生活馆正式开业 从这里起航 我们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健康快乐